大家好,我是Den 两天前开始有很多人私心问的 台湾一位大学生拿着Mix的专机摸下题的消息 从昨天开始也有很多媒体在报道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根据航空媒体报道 7月1号,台湾的五大唱片透过官方SNS表示 若在7日内不主动与我们联络,我们将提起诉讼 此事源于今年2月 一名台湾大学生在五大唱片内 拿起Mix的专机对整封面亲吻 并触摸下题等行为 随着这段影片在SNS上逐渐传播 台湾网友们的谴责越来越强烈 五大唱片随后也意识到了这一事件 并开始采取应对措施 五大唱片于1日 透过官方SNS发布了另一张照片 照片中包含该大学生的亲笔道歉信 及事件详情 这位大学生在信中向五大唱片 Mix成员Lily与社会大众们道歉 对于2月17号对专辑做的不雅行为 包括莫下身亲吻封面 造成店家财务损失与大众管干部家 他坦诚当是因为喜欢爱豆而开玩笑 未料会造成冒犯 并强调自己买走了那张专辑 对偶像或周边没有不正思想 承诺不再有类似行为 再次致歉 五大唱片也再次发出公告 由于当事者已迅速主动联络本公司 也有跟本公司及相关事件者道歉 并附上详细的事情经过 所以本公司对此事不再追究 我们来看一下红网友们的反应 为什么要那样活着呢 真是的 啊 大脑已经被欲望给支配了 再怎么说是粉丝 对爱豆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真是太恶心了 不管想做什么都应该回家做吧 做这个的人 拍这个的人 上传到SNS的人 都太没有大脑了 目前这个消息 除了在新闻底下的留言 引起讨论之外 在饭圈论团还没有说引起热议 不过也希望这个事情 再好往不要太引起争议 要不然被莉莉本人看到 会有多不好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理性地追星 下个消息是 还不在上个月推出的虚拟女团 新DNA的成员Kanadi 因为名字概念与ESPA成员Karina相似 甚至168的身高与ENFP的NBTI也一样 在网网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指责 而最近Karina所属的ESPA 发布了日本出道单曲 还没死的概念图片后 这些图片与Kanadi的形象有点相似 所以再次引发了比较争议 并进一步激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张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Kanadi 可可 这谁看了都会觉得是以Karina为灵感的吧 就连虚拟AI都无法超越的Karina的美貌 真是大发 为什么要取名叫Kanadi 这样不就更容易被拿来比较吗 真是搞不懂这些人 无论是2D还是3D Karina都压斗性生力 可可 不过Karina真的长得像CG一样 这种概念怎么能这么适合她呢 其实也有人说我长得也像CG 下个消息是 韩文层的 是指被IDOL们翻牌或认可的成功的粉丝 前段时间 女进士的粉丝ponies中 也诞生了令人惊艳的层的 不仅是被成员们翻牌 甚至还得到了敏尼金的认可 羡慕了整个饭圈 这位粉丝的职业是3D设计师 仅凭对牛进士的热爱 就做出了这样的作品 最近牛进士与Murakami Takaishi合作 Murakami Takaishi还为每位成员画了卡通形象 而这位粉丝甚至制作了符合这次专辑的周边 Minji Hani Taniel Herin Herin 成员们的形象非常生动可爱 这些惊人的作品让米尼金也赞不绝口 还在IG先通发布了粉丝的作品 这位粉丝还去了牛进士的东京巨蛋演唱会 粉丝去演唱会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他是受邀去的 而且还享受了BIP作为去的最尊魏待遇 据说是米尼金亲自邀请的 这位才华洋溢的粉丝 甚至还制作了4D影片 他的作品还登上了牛进士粉丝见面会的LED屏幕上 当爱与才能结合便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然后女进士团队也这么重视粉丝的心意 真的让人心里暖暖的 女进士继续走花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